打开房间窗帘一大片绿树映入眼中 坐落中山北路上头的新商务旅馆 装潢风格走简约年轻路线 房间除了睡床 洗手台则是开放式的设计概念 抢供来台自由行的旅客商机 有五星级饭店以副品牌开设的商旅 其实两家饭店距离超近 步行约一分钟 只是饭店一晚要5000元起跳 商旅一晚最低3000元 但比起火车站附近的胶囊旅馆 每人每晚900元起跳算是中价位 有蓝牙影响 还有很高速的一个网络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守住一个年轻的商务客 由于观光持续加温 五星级饭店抢开中价位的商旅越来越多 像是另外一家饭店 也在台北火车站附近 打造了副品牌商旅 用鲜黄色营造出年轻形象 还富有健身房 一晚价格也比原本的饭店便宜一半以上 然而放眼台北市更有不少的老房 改建成为商旅 像是信义区的洪喜花园大厦 南京西路上原本的海霸王 都变身成为商旅 估计台北市有超过30栋的旧大楼 要改建成为商旅 尤其五星级饭店挑老屋改建商旅 一方面压低成本 让房价不至于太高 目标锁定旅行预算小一点的自由行客人 夹带饭店副品牌光环 大局抢弓观光财 借着政治中 张耀宏台报道